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长生不老到底又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皇帝秦始皇 他就是到处寻找长生不老的药 当时也有非常多的炼丹家进行了多种尝试 试图进行长生不老丹的炼子 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化学的萌芽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炼丹炉突然炸裂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当然炼丹家们后续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火药 这也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这长生不老药的炼子 在汉朝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是著名的炼丹家淮南王刘安 他写了一部非常著名的淮南子 最后他是因为反叛被汉武帝所杀 但我们也知道 刘安他非常喜欢炼丹 他就和其他几个炼丹家聚集在一起 一共有八个人在山上炼丹 我们知道炼丹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香炉 烟雾缭绕 云雾飘飘 所以说很多的老百姓就觉得这一定是神仙 他聚集的地方也就被称为是八宫山 后来就当他们八宫正在炼丹丹城的时候 汉武帝也刚好认为刘安反叛 就来追捕他们 刘安他们就急急忙忙吃掉了丹药 就和其他的八宫伸上了天空 但是有一个很巧的事情 他们炼丹剩下了很多的药渣 就被八宫山上的那些鸡啊 狗啊 吃掉了 这实际上就是成语中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来历 但是我们知道 刘安实际上是被杀的 并没有服用丹药而升天 而是被杀死而升天了 我们现在知道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又有另外一层意思 这就是形容有人当了官以后 他的亲戚朋友相应地因为裙带关系 而得到好处的这样一个意思 三国时期的炼丹家何燕 他提出要带头服用五十伞 他们认为可以强身健体 我们后来了解到五十伞 是通过各种矿物炼丹而形成的一种 以生化合物为主的物质 服用以后就会浑身发热 浑身比较舒服 这在当时科学知识并不发达的三国时期 就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了 有时候这些炼丹家们觉得服用五十伞会非常好 甚至需要泡在冷水中才会解脱 所以社会上就流行穿起了肥大的衣服 宽袍大袖 甚至有些炼丹家他就会躲在竹林里脱光了衣服 刺身露体 就这样还被誉为竹林气贤 其实很多是炼丹的缘故 随着历史的发展 炼丹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炼丹家们又炼出来了比较纯的批霜 我们知道批霜属有毒物之王的别称 三氧化二生俗称为批霜 它是一种白色粉末状的剧毒物 是无臭无味 外观是白色的霜状粉末的 所以说被称为批霜 致死量大概是零点一克 微溶于水 我们知道古代有银针验毒的说法 它真有这么神奇吗 我们可以看看银针验毒的情况 事实上银针表面上的少量的银粒子 容易和流离子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硫化银而变黑 这是银针验毒的最关键的化学反应 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 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批霜我们知道是三氧化二生 里面并没有硫啊 为什么会实现银针验毒的效果呢 原来是古代的链当家们的提纯水平 没有过关 自备出来的批霜 因为从天然开采出来的经过链制 往往都会有硫磺 或者其他硫化物的杂质 所以批霜里的流离子就会与银来反应 使银针变黑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有毒性的物质是非常非常多 应该说绝大多数 其实是无法使用银针来鉴别出毒性的 需要我们通过现代化学的手段来判定 批霜虽然是毒物之王 但是它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它还可以治病呢 中科院院士陈祖等人 也成功地将传统中药中的批霜 与西药结合起来 来治疗急性早优利细胞的白血病 使患者的五年无病生存率 从大约的25%跃升到了95% 这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陈祖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现在也是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 变诞家们还练出来了两种著名的生化物 包括雄黄 这是四流化石生 以及雌黄 三流化二生 雄黄我们知道常常用来炮制雄黄酒 古代传说是可以驱从的 说到雌黄呢 大家应该知道一个成语 信口雌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比较浅的 与古代的组简颜色类似 可以用作当时的涂改叶了 为什么有信口雌黄的说法 大家也可以猜得到了吧 披霜 雄黄 磁黄等等比较纯净 杂质比较少 这样往往只要服用一小勺 就可以实现浑身热乎乎的感觉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物质毒性都不小 多吃那么一点点 就会有很大的生命危险 所以说当时有很多人因此而死 尽管如此也没有停止人们对藏身不老的追求 晚年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归的诗》 是这样的 退之浮流黄 疑病气不全 微之练秋时 未老生何然 肚子得丹绝 终日断心三 吹君夸耀力 京东不易眠 祸及祸包腰 息不过中年 说明他们从某种意义上 虽然没有实现藏身不老 但是也实现了一生不老 也就是这一生永远都不会老 永远是年轻的 就死亡了 老师在这也要顺便插一句 追求藏身不老在目前来看是非常不现实的 关键是要把我们的人生活得精彩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意义 下面是我们湖南常俊中学的一位化学老师 给出的化学神题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 题目是这样的 《周易参同气》中描述了 和尚差缕 灵而醉神 见火则飞 不见哀成 《鬼隐浓历》 若知所存 江玉自知 黄芽为根 请根据题目来写出相应的化学方程式 我们知道《周易参同气》是东汉魏博阳所著 是世界炼丹书中最古老的著作之一 这也是一部求生求寿求发展的书 这里也给出解答 《差》指少女 也就是指拱 常俊的文老师解释 这段文字是说拱容易挥发 浴火就会转变为气态 弥散进入到空气中 如果要回收它呢 就要利用硫磺 也就是黄芽 来使它来化合 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 下面这样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 拱加硫等于硫化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